這三個死者死之前呢 又收到了一張叫死亡通知單的東西 殺我的人又出現了 那天現場唯一的目擊證人 黃紹平 以前呢 那個地方有個貨艙 我過去一看 炸彈啊 現在這件事情鬧得非常嚴重 你們兩個應該好好合作 事情沒有這麼簡單 你跟我暴露身份 不就是想跟我教練 看完我們最後誰會贏 我一定會抓到你 你等嗎 我還是得來 呢 這只要沒有